9月4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 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一道 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 共同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应对疫情带来的全球性挑战 做出了艰苦努力 当前 全球范围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 各国都面临着抗疫情 稳经济 保民生的艰巨任务 在这一背景下 中国克服重重困难 举办这样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 就是要同大家携手努力 共克时间 共同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繁荣 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 习近平强调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上升 世界经济低迷 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 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 近年来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运于兴起 带动数字技术强势崛起 促进了产业深度融合 引领了服务经济蓬勃发展 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 远程医疗 在线教育 共享平台 协同办公 跨境电商等服务广泛应用 对促进各国经济稳定 推动国际抗议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放眼未来 服务业开放合作 正日益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提出三点倡议 第一 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 第二 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 第三 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 习近平指出 为更好发挥北京在中国服务业开放中的引领作用 我们将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 加大先行先事力度 探索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经验 设立以科技创新 服务业开放 数字经济 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构建经经济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 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习近平强调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在一段时间内阻隔了我们的相聚 但阻挡不了服务贸易发展的脚步 阻断不了我们携手共进 合作共赢的信心和行动 让我们齐心协力 携手前行 以坚定的步伐走出人类历史上这段艰难时期 共同迎接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